大家好 剛才有一個記者大哥跟我們講說 我們今年的經費可能比較少 大哥你騎一下手 你好 你騎一下 讓他打這話 他說我們的修課 每一年都三個 記得看 你沒看這十個都是修課 把這個修課打一個手 所以你跟我修課要掛一個目標 透視 為什麼我們今年的經費呢 不是減少我們叫透支 你看 買的 什麼時候送買的 就是把全部的錢拿來送買的 所以呢 今年的電腦展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要說 只有一句話 人請問 為什麼我們要到延城區 高雄國際 你已經叫什麼名字 國際可以中心 我們以前叫什麼名字 以前叫什麼名字 以前叫什麼名字 不是巨大 以前那個延城區 那天那天叫什麼名字 改名字過了 高雄世貿 對不對 對不對 高雄世貿 對不對 大家記清楚了 以前的高雄世貿 現在叫什麼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對不對 彤彤你真正知道 玩電腦有掌點資歷 好 以後要背一下 所以這個呢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就是要跟007一樣 50名台回到過去 看一下 未來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現在延城區裡面 以前沒有送賓士 現在就送這一台賓士 全部的錢集中破例 我們這樣說過 這一段就是把賓士送出去 我們來回歸人情味 高雄有很多人情味的地方 尤其是我們延城區 希望大家重溫舊空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莊理事長